美國維根尼亞州夏洛特維爾市上週末爆發致命暴力衝突事件後 美國總統川普指稱白人至上主義示威者和反示威者雙方都有過錯 川普因此不斷受到批評 至少七名大公司總裁因為對川普言論不滿而宣布退出總統顧問小組後 川普在星期三宣布解散由美國企業高管組成的兩個顧問委員會 製造業委員會和戰略與政策論壇 川普說與其給予商界人士壓力他索性解散這兩個委員會 在一日之前川普說這些辭職的人是嘩眾取寵 而且說有很多人可以取代他們 美國兩位前總統魯布殊和小布殊 也就是川普上任前入主白宮的兩位共和黨總統 星期三發表聯合聲明說 美國永遠必須抵制種族偏見、反猶太主義以及任何形式的仇恨 川普總統的言論受到美國各界領袖廣泛的批評 包括共和黨高級官員和商界高管 在夏洛特維爾暴力事件發生之後 美國軍方獎勵也公開譴責了種族主義 美國軍方獎勵也公開會 感谢观看